佛教主张不杀身 是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 我们自己害怕受伤害 恐惧死亡 众生我不皆然 大智度论云 诸于罪中 杀罪最重 诸功德中 不杀第一 世间众生 无不贪生怕死 爱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秉承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掌养平等不二的慈悲心 不但不杀身 还要积极的护身 救身 令一切众生 皆能远离部位 获得安乐 如果我们对这些众生 一切平等的话 我们是不会去理他 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 这个外地的 这个山区啊 很多啦 这个 蓝雀啦 喜雀啦 松石啦 一切鸟类 他在这边生成的话 好像吃河雅 在唱歌 在向极乐世界 在说法 应当是很 很好的环境 那么我们 是不会去伤害他的 那么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 现在目前啊 因为众生都要满 他们的口味 去钓鱼啦 还是钓那个 钓那个 钓那个 鱼啦 活生生的 给他钓 来杀 来吃 有人 还要吃这个 这个 前夕 满汉 那个 大餐 把这个众生的脑 都挖来吃 我相信 这个众生啊 太残忍了 因为他们是 应当都是 使以没有 幸福的人 他们才会去 做这种动作 佛教主张不杀身 主旨在于 众生平等的 慈悲精神 一切众生 都有生存的 权利和自由 我们自己 害怕受伤害 恐惧死亡 众生 无不接人 而养成慈悲心 才是不杀身的重点 十方新闻记者 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